会长理事会今天做出宣布 成立马华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 委任敦林良石为有关委员会的主席 以便能够协调拉曼大学 还有拉曼大学学院的一些课程重叠的问题 还有包括如何发展机制课程 就是国家的学院机制学院的提升 包括协调CECE 这个所谓的学前教育领域的发展 所以这四个重要机构将会有一个前盘的改革跟提升 敦林良石领导的委员会将前面探讨 改善及加强马华工会 对华社对国家在教育领域的贡献 我们能够再进一步的加强 第二 今天我们也针对国内各方面的回应 包括投诉有关起地外劳行动的这个做法 在百物账价人民教育小商们期待新年 做点胜利的时刻 但因自法程序出现各种各样的弊端 还有疑病呢 其地行动无时造成各项的问题 也无视外劳身份是否刻画 一律逮捕 而导致小贩胜利大受打击 部分商家甚至无法经营 而选择不做胜利 所以马华认为年关将近 那么硬让商家们在没有任何担忧下经营 有关制法必须暂时缓和自行 让大家过个好年 我们再次的强调 有关当局必须公布制法的程序 同时必须透明 在制法时可鉴定外劳合法性的移民及官员 必须在场 以避免不合理及不合法的扣留行动 马华也将在近期内呢 会见有关当局 以解决相关的各项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